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 2005年湖南卫视制作一档选秀节目 叫超级女生 没想到这个节目一炮而红 这个节目是靠短信发讯息投票 再结合评审来产生结果 第一届还没有很红 结果2002年选出了前三名 他的第一名就是最右边的李宇春 成了当年的风云人物 甚至吸引了那个粉丝 在各个地铁站的门口为他拉票 像这种类民主的行为 马上下化了官方 然后后来被官方停止了 怎么可以搞民主这种事 但是李宇春还是本土产生的新偶像 这是第一个新偶像 那一年中国移动电信 因为它是透过短信去发的 中国电信觉得这是一名本大生意 它就结合了所有中港台的唱片公司 去成都开了一个会 成立一个音乐基地 以这个短信为基础 其实它就控制了我们整个音乐产业的深杀大权 后面也造成了很多不良的影响 另外我们知道07年 大家手上用的苹果手机 贾博斯发明了第一代 从此改变了世界 我们都是从那个手机上面下载音乐 存储在手机上来听 已经成为全球的时尚了 那08年更重要就是北京成功举办了那个奥运会 那有位歌手原来是搞摇滚的叫汪峰 他唱飞得更高 还有那个我爱你中国 就形成了一个 整个符合官方认可的国情的一个主旋律 所以大陆歌手在08年这一年开始已经 扭转港台的影响力已经颇具成效了 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上下一制的唯一的叙事 那网络盗版呢 还一直冲击着唱片公司 实体销量呢不断下降 那主要的盈利呢 就包括像刚刚我们讲的 像电视电信业者 还延伸出来的一些真实服务的SP 他们开始加入战局 所以就找到像什么凤凰传奇的那个月亮之上 胡杨林的香水有毒啊 这些歌变成了大陆三四线城市 更喜欢的歌曲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些平台业者呢 他们使得音乐的用户在大陆的需求 越来越分众化 本土化 那接下来呢 2010年呢 挟带的更庞大资本的网络巨头 包括像那个 这个腾讯网 网易阿里巴巴 百度 他们已经透过并购或合作的形式 来开始做再现音乐的运用 而且瓜分了再现音乐市场 然后拼命抢独家的正版的权利 这使得传统的唱片公司啊 虽然实体的唱片销量下跌 但是他可以透过他的曲库 授权给这些网络巨头而有利可图 但是他变成就 他们的主导作用已经开始被边缘化了 OK 现在无可避免 科技创新已经变革了传统唱片公司的命 港台流行音乐主导的地位呢 已经让位给大陆本土成长的偶像明星 还有那些快歌热舞的团体 然后我们现在呢 这音乐呢 我们看到已经有产生了非常多的这种流行歌曲 那这些流行歌曲呢 我们似乎很多可能大家都已经没听过 我们好像有两个华语乐坛 一个在江湖之上打造魔音贯耳 批量生产算法分发的网络神曲 一个是在殿堂之中 遵循传统制作流程 工业化淬炼的高品质的音乐 那什么是好音乐 对于网络平台来说 没有流量就是不存在的音乐 这也今天正考验我们今天的音乐产业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那个 试着讲一下 就是像那个 根据IFPI国际唱片协会统计 2018年中国已经超越了韩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的音乐销量国 那整个亚洲区呢 则是全球第二大 那中国大陆市场的强势崛起 对我们的音乐人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里我拿两家唱片公司为例子 这家叫摩登天空 他是由大陆一个音乐人 原来是清醒乐队的主唱叫沈黎辉所创办的 在1997年 他本来只是要为他自己的乐队出唱片 等于是自费歌手的意思 才成立这家公司的 但是呢 2006年差点就倒闭 但是他后来搞了音乐节 就是所谓的摩登天空音乐节 然后隔了两年他又办了草莓音乐节 透过这两个音乐节 他起始回升了 现在呢 他们的公司有超过400个员工 签约的艺人有300组艺人 每年要运作超过30几场的大型音乐节活动 然后呢 有上千场的那个Live House的演出 然后他分别还在纽约 在柏林 还有在英国的利物浦都还有分公司 已经建立起一个非常大的音乐王国 然后现在还在不断的扩张 他们还是坚持以音乐内容为中心 然后重视用户的场景体验 然后使能够 使自己的能够维持一个 对音乐内容品质的要求 而那些网路平台公司呢 其实他是以用户为核心 这跟我们传统商店公司 以内容为核心 是完全不同的那个理念架构 这里我以这个为例子 然后另外一家是滚石唱片公司 他今年成立了40周年 所以呢 他是我们本土 几乎是唯一最老牌的唱片公司了 那今年呢 他为了要纪念40年 特别企划了一个专案叫做滚石撞乐队 他找两岸20家摇滚或另类的地下乐团 或者是就是一些现在在主流上的乐队 翻唱滚石这40年来的老歌 让他们自己选 用自己的方式去改编 那由这个方式呢 变成一个应该是老歌新唱 但是因为由于新人跟新乐队的演出呢 使得这些歌曲又有他新的生命 也可以从新的角度来听这些歌曲 那我觉得这变成说唱片公司 要跟这些独立的音乐人合作呢 他也可以找到一个新的模式 但是唱片公司必须要提升自己的加值服务 要用更好的团队跟企划 才能协助这些音乐人更上层楼 然后这里呢我要提到说 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近几年来 大陆的综艺节目成为推广歌手非常重要的管道 像快乐男生 就是因为有一个参赛歌手 他唱了宋冬野的一首歌 然后突然的就造成了全国的轰动 中国有嘻哈呢也是 他把地下的rapper扮上舞台 然后呢像是pg1敢说敢唱 但是后来因为他的私人劣迹 也是被官方给禁了 所以这个歌曲呢 这个节目后来就进行整改 因为整改的太干净了 然后都变成了什么中国风啊 郑仁亮啊 郑仁亮啊 然后要唱红歌啊 然后这个中国有嘻哈就彻底变成 我们知道嘻哈是要批判社会 批判政府的嘛 哪有是支持政府的 然后乐队的夏天他也捧红了一个叫五条人 他是来自广东海风的一个很local的地下乐队 结果呢他在这个节目上唱了他们海风的方言 反而造成一个轰动 而且他们非常幽默搞笑很自然 然后也是在这个节目爆猴 我们知道像这些节目包括之前的 像什么超级女生超级男生 还有中国好歌手 这些传统的选秀节目 他已经成为现在大陆歌手出头最重要的管道了 当然啦大陆他也最近也搞了一个叫什么清朗运动的 然后他把很多娱乐界的什么偷肉税啊 然后艺人的劣迹这些全部加入一个管制 形成了一个大清洗 然后我朋友表示 这个大清洗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机会 就我们没有这样的审查制度 所以我们可能更有空间来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那好音乐呢 未来还是会面对新的平台与技术变革 此消疲长是全球音乐的现状 国际唱片公司呢 从过去的五大到今天也变成只剩下三大了 资本跨足平台与内容已经进入融合的趋势 这句话怎么说呢 就是比如说腾讯唱片 他已经入股最大的全球最大的环球唱片公司 然后另外四大唱片公司 两大唱片公司呢 也投资腾讯 这已经交叉持股了 所以他掌握了最大的版权曲库 是这个意思 那像这样的融合趋势呢 从音乐创作的软体到传播的载体 一直在变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宅在家里的 我们叫宅音啊这些人 他们已经在网上找到一些很便宜的软体 自己就可以做音乐编曲 然后上传到网路上 像Billy Eilish就是这样红的 你也不知道哪一天 你莫名其妙就红了 唯一不变的呢 我觉得还是音乐人的梦想和坚持 聆听受众 更多元包容的喜好 然后呢 那个 当然呢 我们不能忽视 现在乌克兰的战争还在继续 我们会怀疑音乐的目的是什么 这里我引南非前总统 诺贝亚和平奖得主曼德拉的一句话 音乐和舞蹈让我们与世界和平相处 与自己和平相处 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 与人们追求和平与自由的生活 并不矛盾 那最后我把我选的50张专辑放在这里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那个作为一个参考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